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八百三十九集 什么铁牛兄啊 大舅哥 不是让你喊妹夫的吗 秦晨出来说道 呃 鸡如日刀无语了 不知道该怎么接 这铁牛也真是个无赖的 赌定了当定自己妹夫了吗 啊 如月什么眼光什么性格 他再也了解不过了 若真能看上秦晨呢 他鸡如日倒过来写 叫日如鸡 秦晨也没什么计较的 跟着鸡如日来到了一个大厅中 大厅中已经聚拢了一群人 一进去啊 轰隆的一声 一股令人心悸的气息便弥漫过来 那是五帝的气息 放眼望去 只见大厅里面大约有近二十人 分成两拨 一拨有五个人 各个都是九天五帝 但是基本上都是初期的九天五帝 气息看上去有些菠萨 显然是修炼的功法不纯的缘故 像是一群散修人物 这应该是鸡家这些年来 拉拢的外来强者 因为旭东生便在人群之中 目光有些英质地盯着秦晨 散发着寒意 三天过去了 他身上的伤势已经痊愈了 以鸡家的能耐 治疗这点伤自然不在话下 可肉体的伤势能够治愈 心灵上受到的创伤如何能治愈呢 所以旭东生冷冷盯着秦晨 眸光深处竟然还有着一丝怨度 不仅是旭东生 另外四人看着秦晨的目光 也都有些不友善 这是自然的 他们和旭东生一样 都是加入鸡家的外来强者 好不容易突破到了九天五帝的境界 在鸡家获得了比较高的地位 可秦晨一个外人 晚辈 却在众目睽睽之下击败了旭东生 等于是将他们这个群体狠狠地打了脸 心中要是开心得了那才怪的 而另外一个阵营就有些波杂了 有九天五帝强者 也有半部五帝 但是无一例外的 这些人都很年轻 气势相当的浑厚 可见是鸡家中的顶级天骄了 这就是那个 以半部五帝击败了九天五帝的天才啊 看上去也不怎么样啊 一个仅有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冷笑起来 他的笑容刻薄 目光锋利 冷笑开口 眼神上下打量秦晨 就像是在打量一个商品一样 他修为虽然只是在半部五帝的境界 可是语气却是相当的老成 目空一切 听说阁下之前击败了徐东生啊 还在稻山之争上夺得了不少大稻果实 有点意思啊 把大稻果实交出来吧 正好本少因为有事错过了稻山之争 否则阁下又烟能获得那么多啊 嗯 那青年高高在上 俯视秦晨 凭什么 秦晨扫了他一眼 对方是谁啊 这么狂 就凭我是鸡家嫡子 而你只是个外来之人 投靠我鸡家 在我鸡家眼里 你便是我鸡家的一条狗 主人发话 狗能不听吗 嗯 那青年傲然的 这自然的 在他眼里 秦晨再强也只是鸡家的一条狗 主人岂能在乎狗的意见呢 姬如光 你说什么 姬如日怒的 走上前来 冷视对方 旭东生等人脸色有些不好看 虽然姬如光说的是秦晨 可是他们也是外来之人 岂不是说他们也是狗了 他们好不容易成为了五弟 受万人惊讶 是为了来当狗的吗 怎么 姬如日 你想要为他出头啊 姬如光冷冷地看着姬如日 笑了起来 嗯 也对 此人是你带回来的 属于你二叔以外 你自然要为他说话呀 可不管你怎么替他辩解 都无法抹去他是一条狗的事实 他若是不愿当我鸡家狗 又有什么资格 来我鸡家祖地接受洗礼啊 姬如光无事姬如日 看向秦晨 笑眯眯了 所以啊 小子 本少让你干什么 你就给我做什么 懂吗 你 他嘴角勾勒起了嘲讽的意味 高高在上 十分的自动 他相信 几颗大道果实而已 秦晨想在鸡家混 接受祖地洗礼 就不敢拒绝他的要求 他昂起头 下巴抬起 鼻孔朝天 很是傲然 啪的一下 可突然 一道进风起来 是秦晨 直接一巴掌 甩在了他的脸上 将他粉嫩的脸蛋 抽得红肿起来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张嘴吐出了鲜血 通的一下 地面上都震出了一下 摔出了个大洞 狗啊狗啊的 真没素人 好好的人不当 非要当狗 真那么贱 秦晨晃了晃手掌 懒洋洋地说道 你 你敢打我 秦如光捂着脸 一下子蹦了起来 另一只手指指着秦晨 手指在颤抖 他惊怒交加地看着秦晨 鲜血从手指尖滑落 表情疯了一般 俺打你又咋了 不懂事 俺不就得教训吗 秦晨骂骂咧咧的 继续走上前 直接一巴掌 拍在了秦如光的脑袋上 将他再次抽飞了出去 鼻血横流 原本英俊的脸上 顿时像打翻了染缸一样 五颜六色的 我跟你拼了 秦如光怒吼一声 冲了上来 但是他又怎么会是秦晨的对手 砰砰砰的 秦晨出手 将他揍成了个猪头 场上所有人都傻眼了 以至于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直到这个时候 才有机家五帝怒吼一声冲了上来 小子 住手 轰了一声 可怕的五帝气息释放 数名五帝纷纷出手 目光凶狠 要镇压秦晨 因为秦晨实在太过分了 竟然敢对他们 机家天骄出手 反了天了吗 旭东升几人 也都骇人 惊骇地看着秦晨 原本对秦晨的愤怒和敌视 都消失了不少 因为这家伙 简直是个疯子 谁会和疯子一般见识 住手 眼看着双方要发生冲突 一道冷喝声响起 紧接着 一股骇人的气息 直接碾压而来 镇得 所有人 都气血浮动 动弹不得 而后 大长老 出现在了大厅中 冷视着众人 目光冷立 铁牛兄 你太鲁马了 鸡如日 焦急地看着秦晨 不管怎么样 秦晨都不应该 对机家人出手 这就是个忌讳 大长老 这小子 先钱对我度手 太卖规矩了 他 鸡如光看到大长老 一下子委屈地叫了起来 怒气冲冲 哀嚎地说道 够了 看看你们成何体统 大长老对着众人呵斥的 目光冷立 顿时场上众人 没人敢说话 全都鸦雀无声 只是 看着秦晨的目光 却是很不善 同时嘴角勾勒着冷笑 因为他们笃定 秦晨完蛋了 敢对机家 嫡子动手 一个外来人 哪来的胆子 大长老绝对 不可能放过他的 大长老 是如光 先挑衅 铁牛兄的 这 七如日急忙说话 若是大长老因此责罚秦晨 那就麻烦了 大长老 啊 秦晨也准备解释 他倒是不担心大长老责罚 自己本来表现出来的姿态便是如此 大大咧咧嘛 没心意啊 若是因为 顾忌鸡如光的身份 畏手畏脚 反而是惹人怀疑 好了 都不必说了 这件事就此结果 马上都要进入阻地了 谁再惹事 老夫严惩不待 大长老冷哼一声 死言一出 姬如光等人 顿时都懵掉了 大长老居然没有责罚秦晨 这 这完全不符合常理啊 秦晨自己也疑惑了 大长老看重他 他也能理解 可是居然对他一点责罚没有 这 就有些古怪了呀 因为他揍的是鸡家笛子 大长老冷喝一声 说完便当先一个人走出了大厅 众人虽然疑惑不满 但是也只能跟上 天际之上 一道道流光滑过 一路上到处都有禁制阻拦 而且有几家强者巡逻 戒备森严 特别是靠下了足地 那防御力更是令人恐怖 让秦晨暗暗心惊 若是不采用现在的方法 自己想要强行闯入 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在大长老的率领下 大家一路畅通无阻 很快地便来到了祖地之前 鸡家祖地 位于一片崇山峻岭中 靠近这里啊 一股洪荒的气息便席卷而出 令人心惊 这便是鸡家祖地 旭东升等外来者心下激动 他们也只是从传闻中听说此地 但是却从未靠近过 因此都激动得很 传闻啊 鸡家祖地中拥有一处密地 可以接受洗礼 一旦洗礼之后 将有惊人的蜕变 他们都期待得很啊 事实上 除了鸡家的一些顶级强者之外 哪怕是鸡家的嫡系子弟 也很少有机会来祖地 都纷纷抬头 目光兴奋 可是 眼前 只是一片山脉 根本看不出任何祖地的样子 那么 祖地究竟在哪呢 便在众人疑惑之间 几道身影 从前方的山林中引现出来 气息浑厚 竟然是几名武帝强者 镇守在此 大长老 见到大长老 这几位守卫顿时恭敬行礼 嗯 大长老点头 而后拿出了一块令牌 嗡的一声 顿时 令牌连接虚空 前方虚空中 荡漾开了一道大门 紧接着 一股洪荒气息 从那大门中弥漫出来 令众人心下惊悸 鸡家的祖地 竟然隐藏在这片山脉的虚空中 而秦晨呢 也是目光一宁 因为他发现 祖地的开启方法 和前世的时候 居然有些差别 似乎经过了改动 还好我之前没有默认出 秦晨暗道矫情 否则很有可能会被极家发现 再想进入 那就麻烦了 都进来吧 大长老 大长老低贺了一声 领头 进入了虚空禁地 众人 也都跟随得进来 一进入祖地 一股浓郁的洪荒气息 扑面迎来 这是一片极其神奇的地方 到处都是山栏迭萃 像是存在了 数千上万年一般 十分的古老 连空气中 都散发着洪荒的味道 并且 这里的树木 都是十分的古怪的 都是众人未见过的种类 而且 无一例外的 都是无比的巨大 不似外界 仿佛来到了一个 异度空间一般 突然 远处的山脉中 似乎有恐怖的血兽 在怒吼着 咆哮声 爆发出令人心悸的气息 这里还有血兽存在啊 有人诗声 喃喃道 他们幻想过 祖地的很多样子 比如是一片古老之地 又比如是一片秘密的石室 却是没想到 会是眼前这个样子 一片隐藏在 虚空中的未知世界 大长老目光冷然道 此地便是我鸡家祖地 同时也是鸡家禁地 你们有机会过来 也是运气使然 记住 这祖地中 不能肆意走动 因为遍地都是我一线 若是胡乱走动 导致陨落 老夫也救不得你们 大长老一边说着 一边向前掠去 众人紧跟其后 同时感应到了四周 更是骇人 因为此地的气息 和外界截然不同 对所有人 都有一种隐隐的压迫感 仿佛他们不配 待在这一片空间中一般 被重重压制 秦晨跟着大长老身后 也在观察四周 却是忍不住 皱了皱眉头 三百多年前 他曾跟随着鸡屋血 来到过鸡家祖地 可相比当年 这里似乎有了一些变化 但具体有哪些变化 秦晨一时间无法观察出来 只是觉得此地有些古怪 小心一些吧 秦晨暗自警惕 小心向前 飞略片刻之后 旭东升他们突然是震住 遥远处 一座黑色的 足有数十里方圆的庞大城堡 屹立在了群山之中 宛若是一个庞然大物潜伏在那里 最骇人的是 密密麻麻的身影 在城堡周围巡逻着 人手极度 这才是我们鸡家真正的祖地所在 大长老傲然道 你们接受洗礼的地方也便是这城堡之中 说着 远处便有一对黑色铠甲 披着黑色披风的守卫飞了过来